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想要学习他的这种拍摄的方法 所以从他的这个相机的选择上面 所以我尽量就往他那个设备上去靠 所以并没有想到会拍vlog用这套现在的这套设备 用这个设备拍vlog会暴露出很多的问题 现在慢慢我也在总结 所以是不是能够有总结出自己属于自己的这种工作流 现在我发现好像大家都在提这个工作流啊 这个好像是比较时髦的词 但实际就是我觉得 并没有那么复杂 其实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套拍摄方式的这种一套流程 如果后续还要拍的vlog的话 可能还会去买一个那个自动对焦头 可能会好一些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保护镜 这个选的是67毫米的这个保护镜 因为这个弗仑达17.5的这个镜头 它这个铁质的遮光罩就是67 所以选了这一款 然后它上面写的是0.3%的超低反射率 然后带拨水和房屋的这个特性在里面 好 拆开它看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装饰 这个安装的还是挺方便的 应该看不出什么变化吧 看不出变化 那就不动了 好 再看这个 这个是镜头清洁笔 哇 这个毛确实很软 很柔软 试试看 我正好拿这个 脚片机上配的这个之前 D80用的这个镜头 这个要对焦一下 手动对焦一下 可以 有什么说明吗 没有 哦 这个触感是这样的 嗯 这个可以了 好 再试一下另外一头 这一头我有点害怕 这个我就生怕它对会镜片会有影响 应该不会啊 嗯 这个它就是带一个弧度的凹陷的 所以它可以方便的这个 清洁这个镜片上的这个凹凸的这个部分 试试看 有点慌啊 哦 实际 按压下去还是很柔软 哦 实际 按压下去还是很柔软 然后 推出来 收进去 好 这一头就是它的这个 清洁的这个头 就可以 哦 这个是旋钮式的 这个它是一个耗损品 所以它这个 哎呦 这个对得上吗 对得上 这是它的一个替换装 当你使用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这个会脏嘛 所以你这个就直接可以把它给 替换一下 替换装 有一个 好 这个 没什么好说的 清洁笔啊 没什么好说的 好 说到这个 刚才说到工作流了是吧 这个 觉得Vlog的实用实际使用情况下来看的话 是完全需要一个这个 是完全需要一个自动对焦头的 这个按下来的攻略可能还要去 看一下这个自动对焦头该怎么选择 这个还是有一些型号 这个又要纠结一下 好 今天的这个分享就比较简单 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多说的 这不重要 最后点时间 也在跟大家聊聊关于 这个Vlog 因为这个我自己的Vlog 现在加上这集应该也是第十一集了 所以从零开始一直到现在 也是 虽然只有十一集啊 但是 这个十一集对我来说比较 真的是比较宝贵 因为突然间学到了很多东西 很多的知识点 包括很多不同方面的领域的东西 突然间涌过来 包括声音方面的 包括这个器材 包括一些灯光啊 一些这些周边东西 因为之前的话只是 喜欢爱好 但是真正去拍了以后 发现的这个问题 和遇到的这些实际的情况 真的就是扑面而来 根本给你毫无准备的时间 所以看到这个我是十一期的话 其中应该也有七八七是关于介绍 开箱的 那其实这个也没有 并没有很多钱 一下子能够把这个设备能够一下子 全部包括周边东西一下子买齐 所以也是断断续续 每个月积攒点钱 然后买一些自己觉得必须的 一些必须品的挑选上 所以这个是比较缓慢的 其实也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想用这个Vlog 现在这个十集十一集的这个Vlog 来慢慢的能够熟悉这个 首先熟悉这个相机Jetify 包括这个弗伦达这个定交头的一些特性 包括他的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个 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包括一些经验上的东西 就是一个经验积累吧 对 所以这段时间也在等设备的同时 也在用这个十集这个Vlog 慢慢的也去提升一下自己 拍摄料理的时候 因为相机会处于某不同的一个拍摄的角度和这个机位 那么如果当垂直拍摄的时候 就像相当于现在这个拍摄角度的时候 那你做菜的时候会有一些油烟 会有一些蒸汽 它这个瞬间就会影响到你的镜头 包括影响到你这个机头的这个机头麦的这个收音上面 那么你这个机头麦会长年下来的话 这个损伤会很大 因为水蒸汽包括热蒸汽的上面 你这个话筒可能没有拍几期就会就会有问题 所以当时考虑的是一个指向性的麦加上一个录音机 那么这样的话可以离这个远就是离机操作 我可以跟这个相机拍摄 我完全不是在一个工作层面上面 他们完全可以独立看来 而且也可以放的远近都可以随意去操作 那么录完的声音直接到这个录音机里面 在后期这个跟这个声音跟这个视频同步一下 这个就完了这个就OK了 再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中间的一个值 到底是选择哪一款类型的麦克风 会更适合拍这种美食类的这个记录视频 好吧今天比较晚了我也 哎呀真的也聊不动了 好改天我们再聊 拜拜